大家好 今天詹姆斯伊爾要來示範 Excel的小秘訣 好 我們先叫出Excel 譬如說我們要輸入錶單的時候 譬如說第一個欄位是學號 那下面 是姓名 學號的話是按順序排列 1 2 3 4 是不是很慢呢 如果全班有50個人的話你學號就要慢慢打 打到50 我們可以 學號第一個打1 來第二個打2 之後 整個圈起來 用滑鼠移到右下角 直接往下拉 看到這個框框 裡面的數字 50 這樣就 1到50號就自動幫你填入了 這樣會比一個一個輸入來的快很多 那如果你想要 跳號呢 譬如說你是想要學號13579 那我們可以 輸入1 3 用滑鼠把兩個 框起來 一樣 選到右下角 按滑鼠左鍵 往下拉 拉到你想要的數字 為止 好 就變成 空格 13579 1113 1517 的基數 好那你如果今天是想要輸入偶數的話呢 也是可以 第一個打2 第二個打4 那我們一樣 拉住右下角 往下拉 好 就變成24680 偶數 或是你想要更奇特一點是 5 5 10 再往下拉 就變 5015202530 這樣依序排列下來 這樣可以省去很多輸入的時間 好 那今天的教學到這邊為止 謝謝 謝謝 跟你講 好 Pete 我